好,那我們來看這個副次事件 我們有一些名詞要解釋一下 假設S是一個樣本空間 EAV是一個事件 在那個樣本空間下的一個事件 所以EAV是S的子集合 第一個 若事業的結果為E中的元素 EAV是S的子集合 如果你試驗的結果 這個結果剛好是E中裡面的元素 我們就說EA這個事件發生了 比如說一個骰子 一個骰子我這樣一甩 結果得到2 得到2,我們就說偶數發生了 EA是偶數事件 那我就說發生了偶數 偶數這件事件已經發生了 然後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樣本空間S本身也是一個事件 這也是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我們稱為必然事件 也就是說你骰子的話 丟下去不是1點 就是2點 就是3點 或者是4點 或者是5點 或者是6點 不論你哪一點發生了 不論你出現哪一點 我們都說S發生了 那S它一定會發生 因為你只要直了這個骰子以後 這6點一定是有一點會發生 除非它站起來 但是站起來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是假設它是不會發生的 那如果站起來這種事情不會發生的話 它一定是1到6點裡面一定出現一個 那我們就說S發生了 那這一定會發生 所以這個我們叫必然事件 這個我們叫必然事件 必然事件 或者是稱為全事件 稱為必然事件或者是全事件 再看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 我們說空集合 空集合也表示一個事件 那因其B不會發生 所以我們就稱為不可能事件 再看第四個 第四個的話 我們就說 那個A的普及 A的普及是S-A 那我們稱為A'為A的一個普事件 或是於事件 上看第五個 上看第五個 第五個的話 A連B也是一個事件 那我們稱為A連B是A跟B的核事件 那第六個 那A交B 這個也是一個事件 那我們稱為這個事件是A跟B的G事件 好 如果A跟B沒有交集 也就是說空集合的話 那我們就說這兩個事件是負次 表A與B不可能同時發生 那我們就說A跟B是負次事件 好 我們看立體E 取得例子 他說只是一顆骰子 其出現點數的樣等空間是S 那S當然就是123456 好 A表出現直數點的4 出現直數點的4件 那A當然就是235 那B表示出現數點的4件 那B表示出現數點的4件 那當然就是246 A 試回答下的個體 我們看B小的 以類舉法 表出A與B的核事件 就它的連幾 A連B 這個多少 這個是2 3 4 5 6 這個事件是表示說 出現偶數點或者是直數點的4件 出現偶數點或者是直數點的4件 第2個 第1個還沒寫 還有G4件 那G4件 那G4件就是A跟B的交集 A交V A跟B的交集 這是2 出現偶數 而且是直數 而且又是直數的4件 那當然只有2 只有2 既是偶數又是直數 我們看看 還有這個余4件 即A的余4件 A的余4件 A的余4件 就是S 它扣掉A 扣掉A的話 A是2、3、4 所以現在是1、4、6 A的余4件 A的余4件是1、4、6 A的余4件 A的余4件 它裡面的每一個事件 都跟A是互次的 所以它個數有多少 個數有 N 然後多少呢 A'這個事件的密集合 所以這什麼 2的N A' 這個等到2的3是嗎 所以有8個